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 警察和周围的邻居一块劝陈大妈 有什么事千万别想不开 没有过不去的坎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陈大妈说骗他房子的不是他亲生儿子 而是已经去世的二婚老伴老叶的儿子叶子荣 也就是他的妓子 他万万没有想到妓子会这么对待他 警察耐心的劝他说 一定想办法帮他把房子要回来 让他先下来详细说说情况 说说这来龙去脉 陈大妈听警察这么一说呀 觉得还有希望 就在警察和街坊邻居的搀扶下 从窗户上下来回了屋 回到屋里的陈大妈哭得十分伤心 等情绪稍微平复了下来之后 他开始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那么他与第二任丈夫老叶是如何结识的 他的房子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被妓子骗走的呢 这事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 陈大妈感情经历也比较卡克 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五十岁的她是孤身一人 膝下无儿无女 一次在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中 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退休干部 老叶 老叶文质彬彬的外表 再加上幽默风趣的言谈举止 给陈大妈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两个人也很谈得来 在交谈中陈大妈得知 老叶老伴去世两年了 有一个儿子早就成家立业了 也没什么负担 两个人在老年活动中心 每天都能见上一面聊会天 这时间长了 哪天要是没见上面 好像缺点什么 偏偏一点几天 老叶没有去活动中心 这陈大妈就打电话问她是怎么回事 老叶电话里说 生病住院了 这陈大妈是二话没说 就赶往医院去照顾老叶 这把老叶给感动得不得了 出了医院就张罗着 跟陈大妈结婚登记 两个人结婚后 过了一段幸福安稳的日子 十年后 老叶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考虑到自己身体不是太好 这万一哪天先走了 得给老伴养老问题有个安排 老叶的名下呢 有两套房子 于是他就决定 把其中一套七十多平米的 过户给儿子 把另外一套五十多平米的呢 过户给老伴 房子过户没多久 老叶就取失了 老叶的儿子和陈大妈 各自住着属于自己的房子 是相安无事 因为父亲临终前有遗言 让儿子叶子荣照顾好继母 叶子荣也就遵照父亲的遗愿 偶尔会顺路看望陈大妈 陈大妈觉得老叶已经去世了 叶子荣心里还有自己这个后妈 也算很孝顺了 对叶子荣比较满意 但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为母子间的矛盾埋下了火根 三年前春节的一天 老叶的儿子小叶 买了好多营养品来看望陈大妈 陈大妈感激得不得了 可是没过两天 这小叶就开始向陈大妈诉苦了 他说这几年生意不好 资金总是特别紧张 想去银行贷款太难了 所以呢 我就想跟您老商量 能否用您的房产证 去银行贷款呢 陈大妈听了觉得心里就不舒服 不会是这小子 琢磨我这套房子呢吧 干脆就说 你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你爸给你的那套呢 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房子贷呢 小叶说 用自己的房子 只能办抵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利息又高又难办 最重要的是借款的时间太短 根本来不及周转 陈大妈也不太懂 还是担心 这万一自己的房子将来被银行扣下怎么办 小叶就说呀 您老放心 这房子永远是您的 我只是用一下办贷款 贷款呢 我来还 与您无关 房子不影响您居住使用 跟现在没什么两样 你还信不过我吗 他看老太太是犹豫不决 就继续游睡 我母亲死了早 父亲又去世了 现在我只有您这一位老人了 我不会忘了我父亲的嘱托 不论出现任何情况 我都会管您养老的 小叶的这番话终于打动了陈大妈 陈大妈想 老叶对自己那么好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人走了 自己也没别的本事 能帮啊 就帮一把吧 随后这小叶就拿出了 各种各样的文件 让陈大妈签字 陈大妈初中文化 这些合同呢 他也看不懂 但是出于对继子的信任 他痛痛快快的 全都签了 继子偷偷抵押了继母的房产 贷款为自己牟利 把200万贷款交给肖强 肖强承诺 这200万贷款及利息 都由他来还 肖强拿走了200万元 却意外死亡 叶子荣没了房子 还要还高额贷款 俗话说 这负债子还 肖强还有媳妇孩子 他们家人也得还钱啊 叶子荣能否再要回那200万元 失去了房子的陈大妈 又岂能上罢甘休 祭子偷了我的房 法律奖堂正在付出 陈大妈并不明白 他签的都是什么 其实啊 这小叶让老人家签的是房屋买卖合同 买房人是小叶 卖房人是陈大妈 通过这房屋买卖 小叶作为买房人抵押贷款 让陈大妈签的恰恰是完成房屋买卖过户的各种手续 小叶是欺负陈大妈没文化 看不懂这些合同 再加上老人是格外的朴实善良 很容易就从陈大妈手中啊 拿到了房产证的远见 把陈大妈的房屋以买卖的形式正式过户到了自己名下 没给陈大妈一分钱 陈大妈一直住在自己的房里 也不知道当初他签的那些文件是什么意思 以为就是办了个贷款那么简单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三年后 陈大妈生了一场大病 需要用钱的时候 妓子小叶倒的鬼终于暴露了 患病的陈大妈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考虑到自己无儿无女 留房子也没有什么用 就想把房子卖了 换了钱治病 然后住进养老院去养老 可卖房需要房产证啊 自从上次把房子交给小叶 抵押贷款之后 房产证就一直放在小叶呢 陈大妈就打电话给小叶 想要回这房产证 小叶电话里呢 是满口答应 可很多天过去了 这房本也没有给他送回来 陈大妈几次电话催促 小叶呢 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小叶的举动 引起了陈大妈的怀疑和不安 小叶始终不堪 把房本拿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莫不是他在打这套房子的主意 于是这陈大妈在好心人的提醒下 到房管局去查个究竟 这没想到啊 得到的答复是让他大吃一惊 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说他的那套房子 现在已经登记在了叶子荣的楼下 陈大妈大吃惊 自己的房子悄无声息的 竟成了祭祖的了 这看起来听孝顺的叶子荣 到底玩了什么把戏呢 他连忙找到叶子荣 问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叶子荣 为什么天气不得房厂呢 他又是如何得厂呢 这叶子荣呢 自己是有房子有公司 生活还不错 根本不需要贷款 几年前叶子荣在生意场上 认识了一个好哥们 叫肖强 这生意做得挺大 叶子荣呢 视他为知己生意场上的大哥大 对他是言听计从 这个肖强最近有笔大买卖 需要很多资金 他就跟叶子荣说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绝对赚钱 让叶子荣是有多少钱 出多少钱 绝对是只赚不赔的生意 至少20%的回报 现在就是急需资金 叶子荣一听就心动了 哪弄钱去呢 这么高的回报 贷款都值啊 于是他就回家跟媳妇商量 他媳妇说 这可不行 现在咱们公司也没有闲置的资金去投资 家里的房子 我可不同意去贷款 这万一肖强还不上贷款 咱家的房子不就让银行给收了吗 对了 你后妈那不是有套房子吗 跟你后妈商量商量 用她的房子贷款呗 小叶听媳妇这么一说 觉得很有道理啊 以前他知道父亲把其中一套房子给了继母以后啊 心里还挺不识滋味 他觉得这两套房子都应该留给自己 怎样父亲去世前态度坚决 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父亲的想法 直到父亲将这套50多平米的依据啊 过户给老伴陈大妈 现在是机会来了 媳妇出的主意真是两全其美啊 小叶去问了房屋中介公司 对房子如何抵押贷款 如何以买卖的形式抵押贷款 问了个门清 他想最好以买卖的形式 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将来老人家走了 这房子自然就是自己的了 再说以买卖的形式贷款最划算 于是呢 就上演了一出像陈大妈哭穷的假戏 正赶上过春节 这小叶大包小包的去看望陈大妈 又把陈大妈接到自己那住 照顾的是特别周到 直到陈大妈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而且呢 以买房贷款为由 向银行申请贷款200万 他为自己的聪明计划是暗自庆幸 一方面房子到手了 另外一方面贷款也贷下来了 贷了200万15年还清 按照正常情况 这房屋买卖是小叶以自己的名义贷款买房 这从银行贷下来的款呢 应当归房主陈大妈所有 小叶按月还房贷 可这次小叶糊弄陈大妈 说这房屋买卖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能贷点款 他跟陈大妈是再三保证 房子永远是您老人家的 贷款呢 他一定会按时还的 就这样200万落入了小叶的腰包 叶子荣从银行拿到钱 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的找到了肖强 跟肖强商量合作的事情 叶子荣把这笔钱借给肖强做生意 然后从肖强那儿得到20%的利润回报 叶子荣的如意算盘能实现吗 肖强很痛快就答应 但是提出来 他还要负担银行那边的利息 因此可以一次性给他20万的好处费 然后按月以叶子荣的名义向银行还贷 直到还请200万的贷款 两个人说好了之后 叶子荣便和自己这位生意场上的大哥 肖强签了一份正式的借款合同 把200万贷款交给肖强 而肖强承诺这200万贷款及利息都由他来还 还贷责任与叶子荣无关 并约定由肖强每月按期将还款打到 叶子荣指定的银行还款账户中 这真是一单天下难力的好买卖 叶子荣这从中很容易就得到了20万的好处费 叶子荣沾沾自喜的跟媳妇分析着自己的聪明决策 这人发财就是靠智慧 媳妇还是有些忐忑 万一肖强真还不上贷款 那将来我们不得自己还 叶子荣洋洋得意的说 你怕什么呀 咱有合同在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银行还贷的责任人是他肖强不是我 再说了 人家肖强可是大老板 他没钱还有房产 放心吧 他媳妇听着好像也有些道理 也就不再追问了 于是这叶子荣呢 就白赚了20万 以后这肖强还算是诚信 按月呢还银行的贷款 三年下来已经还了40万元了 如果生活都是预料好的 那就不叫生活了 叶子荣是千谋化万算计 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一件事 这肖强呢 竟然死了 据说呀 他是去外地一条河里去游泳 不幸溺水身亡 没有责任人 没有意外保险 没有任何的经济赔偿 叶子荣听到肖强的死去 犹如雷鸿鱼 冒出了一身的冷汉 借给肖强的钱怎么办 还能要呢 像银行贷的款 又该由谁来还呢 而这一步 陈大妈还都被蒙在屋里 一如所有 他媳妇在一旁唠叨开了 我就说嘛 有风险你偏不信 看这回银行还剩160万贷款呢 怎么办 叶子荣本来就心烦 听媳妇这么一说呀 更是火上浇油 你唠叨什么呀 肖强有房 有妻儿 人死了 有合同 也不能黄了呀 俗话说 这负债子还 肖强还有媳妇孩子 他们家人也得还钱呀 小叶的媳妇说呀 人家正在办丧事呢 你需要钱 人家给你才怪呢 我看这钱是要不回来了 谁说负债子还呢 人死了 什么债都黄了 这生活不归谁设计 但生活要想设计谁 谁可就跑不了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这不啊 就在叶子荣焦头烂额的时候 陈大妈大病一场 想卖房呢 住养老院 可是到了房管局才知道 房主已经变成 妻子的名字 知道自己被骗了 就怒气冲冲的找上门来 骂叶子荣是骗子 一定 要要回自己的房子 这也是叶子荣 万万没有想到的 叶子荣虽然在气头上 但他知道 自己骗老太太房产证 私自做买卖套袋的事啊 一旦暴露 没准自己得吃官司 所以呢 他压下火 向陈大妈解释 陈大妈不听他这套 一定要让他写个字句给自己 叶子荣呢 为了稳住陈大妈 当时就给陈大妈出具了一份证明 这证明呢 是这么写的 为了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 借用陈大妈的房产证 但该房屋的产权呢 扔署陈大妈所有 等还完贷款后 再把产权呢 过户回来 并一再的向陈大妈保证 自己绝对不想霸占房产 让老太太啊 放心回去 看到这份证明啊 这白纸 黑字写的 陈大妈心里啊 多少踏实了一切 陈大妈回家 几天后啊 越想越不对劲 这15年还贷款 等还完了 再把房产证过户回来 自己根本就活不到那一天呀 啥时候才能把房子卖了 住进养老院呀 自己到死恐怕也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他又第二次找到妓子叶子荣要房 不给房也行啊 给钱 叶子荣找到肖强的老婆和儿子 要求他们替死去的肖强偿还贷款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肖强五年前就离婚了 继母陈大妈再次登门要房子 叶子荣被逼得走投无路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看着办吧 叶子荣已经走投无路 继母陈大妈还能否要回自己的房产 继子偷了我的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话说两头 叶子荣这几天呢也没闲着 他得让意外身亡的肖强的妻儿知道这贷款的事让他们替肖强去还贷或者呢一次性偿还银行的贷款就更好了不然呢这银行催款通知书可要堵到自己门上来了那么肖强的妻儿能答应他吗 叶子荣 认为肖强离婚后的债务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不可能替肖强去还债 无奈之下叶子荣只能找到律师打算上法院起诉肖强的儿子 叶子荣心想这常言道负债子还 肖强不在了 但他儿子是肖强的继承人呢 理所应当替肖强去偿还债务 于是呢 他向法院起诉 要求肖强的儿子偿还借款160万元 法院能否支持他的诉求呢 从法律上讲 负债子还能否站得住脚呢 从法律上说呀 这负与子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不因血缘关系而导致债务的混同 除非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而清偿债务呢 也是以继承遗产的范围为限 否则没有法定义务去偿还负债 对于这个问题呀 我国继承法也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在本案当中 这死者萧强除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皮包公司 零下是没有一套房产 也没有其他财产 也没有其他财产供他的儿子去继承 所以法院驳回了叶子蓉的请求 他浑身无力的回到家 不敢给媳妇说结果 这个时候 继母陈大妈第二次登门 这次陈大妈没有怒气冲冲 因为他有了叶子蓉的那个保证书 他多少啊 心里有些底了 至少知道继子并没有否认房子是他的 这回呢 他想找叶子蓉商量上 反正自己也想卖房 不然就卖给叶子蓉算了 便宜点卖他 将来呢 他也不用再重新过户了 这还省了不少过付费呢 听邻居说呀 他这套房子市场价呢 得值300万 这叶子蓉要是能给250万 也就算了 毕竟是一家人嘛 陈大妈是一路盘算 想跟叶子蓉夫妻俩 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哪成想 叶子蓉这儿 还剩银行那边 160万的贷款没还上 还得还十年 一听陈大妈的建议 他当时就火了 都抢钱来了 这边要还银行160万 那边你再要250万 你是想逼死我呀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看着办吧 陈大妈一看 卖房的钱也没要回来 这住养老院也成了泡影 自己无儿无女 无依无靠 这将来怎么活呀 是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没有出路 干脆啊 跳楼算了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内幕 警察和邻居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安慰老人家 不要着急 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房子 明天就带你去法院立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 陈大妈要求确认 细征房屋归其所有 对此叶子荣并无异议 叶子荣也承认没有支付过购房款 仅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 可见啊 这双方之间并无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现叶子荣同意还完贷款后 将房屋过户回陈大妈名下 并同意承担过户费用 但是不同意立即还清贷款 注销房屋上的抵押权 对此法院认为 房屋上设定15年的抵押年限 显然侵害了陈大妈的权益 陈大妈作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 要求叶子荣归还至今未归还的银行贷款 本金和利息以注销房屋抵押权 并履行房屋过户手续等义务 应遇支持 陈大妈在法律的支持下 终于要回了自己的房子 解决了自己的窝心事 而叶子荣这边 原来的如鱼算盘落了空 骗来的房子是原封不动的归还陈大妈 而且还背上了银行160多万的贷款 还搭进去了房屋买卖过户的各种费用 真是偷疾不成18米 诚实信用是法治社会的基石 是社会交往的基础 套代案件本身就是在破坏城市信用 而由此引发的房屋归属争议等后续纠纷 更是直接侵蚀了原本相互信任 相互倚重的血缘亲情友谊等关系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重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们再见 偷妇产手术后 他容颜迅速衰老脾气暴躁 原本是深爱妻子的丈夫 犹豫再三呢 终于向他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他惊讶发现 这一切都因自己卵巢没有了 贺强 你说你不知道 可是手术单上 明明有你的签字啊 调查逐步深入 真相却让他难以接受 消失的卵巢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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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Jaworpoint